哈囉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股市Q人王的節目 我是Q人王梅傑 那麼今天台股在創歷史新高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走勢 今天是一個開平高盤 然後走高 但是中場漲幅有收斂 最後是上漲了161點 今天盤中曾經大漲了322點 來到21308 那麼指數果然在創新高 這個禮拜 今天禮拜三 今天禮拜三 台股是每天都在漲 每天都在創歷史新高 那你還要想什麼呢 梅姐跟大家分享的從過去 從過去 你如果都有看梅姐節目的朋友 你會發現 縱使在上個禮拜修正的時候 這一天 5月9號修正超過白點 梅姐還是一樣在節目當中跟大家講說 她修正 但是她有沒有跌破五日線 沒有 沒有就不用預設高點 結果一直漲 一直漲 一直漲 不只一直漲 而且是一直創歷史新高 那麼當初在觀望的您 現在呢 你又跑進來 你開始慢慢跑進來 量能開始慢慢的突破這個月均量 所以我認為這個行情是屬於一個健康的輪動 那健康的輪動表示什麼 並不是說你亂槍打鳥就可以買得到賺錢的股票 總是要領先布局 那對於今天的盤面 我要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節目會跟大家分享哪些重點 指數在上歷史新高 指數在上歷史新高 沒有錯 你都知道 我剛剛也跟大家講 不要預設高點 不要預設高點 但是你也不是亂槍打鳥 因為它指數 它肋骨是在輪流動的 你如果都有鎖定美姐YouTube頻道的朋友 美姐都有跟大家做分享 那另外呢 你最近最夯的這個禮拜 不只做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就很夯的 航海王 貨櫃 貨櫃航運回檔 那AI族群呢 有些在震盪喔 那哪個是機會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這個 那另外蘋果 很少人在講嘛 全球開發者大會 那它又大漲噴出 是哪一檔 是哪一檔 你如果都有鎖定美姐 中視新聞台這個 下午兩點半的這節目的朋友 你一定都知道 美姐是不是領先預告在前 那現在美姐又要跟大家分享新的股票 那另外 美姐跟大家分享的暑假概念 No.1 橘子 今天它呈現回檔的格局 那麼你認為是風險還是機會 我都會在節目當中跟大家做解析 另外呢 暑假No.1 暑假No.1之後的No.2 你要跟上腳步喔 要不然會來不及喔 你錯過了 暑假No.1 低階領先布局的機會 No.1 No.2 你一定要留意喔 那今天貨櫃航運開始回檔AI族群震盪 該怎麼選 我先給大家 我們先從貨櫃 貨櫃來跟大家分享好了 為什麼從貨櫃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我都有一直跟大家講 大家為什麼要去追逐貨櫃 大家為什麼要去追逐貨櫃 今天大盤在創歷史新高 大盤在創歷史新高 但是貨櫃卻沒有 如大家所想像的那樣子 再度的噴高對不對 那樣像禮拜一禮拜二這樣強漲 對不對 禮拜一禮拜二的強漲是因為 SCFI的指數 在上週它是大漲18.8% 它是一週公佈一次的 那一週公佈一次 你要怎麼樣你要怎麼樣去介入 你要怎麼樣去切入 用追的嗎 用追的嗎 我昨天就跟大家講 你先看歐洲捷運的指數期貨 在昨天它已經不再創高了 昨天它已經開始修正 那麼在今天開始震盪 也是震盪 沒有再繼續創高了 所以你會看到今天的貨櫃三雄 掌跌互建 掌跌互建 尤其是我們2603的長榮 2603的長榮 你如果說看走勢圖的話 今天是崩跌 崩跌超過半根以上 今天修正了5.34% 我們從K線圖的角度來看 昨天不是還在大漲嗎 那今天為什麼可以跌5個%以上呢 美姐你都昨天美姐節目有 訂閱美姐YouTube頻道的朋友 你可以把昨天你節目再回顧 再拿出來再看一遍 美姐都是領先預告的 我說這屬於景氣循環股 景氣循環股就是怎樣 它短線它如果是暴漲 表示它已經領先去反映到 它景氣復甦的這個議題 這個題材 所以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 這種情況之下 我認為就是不要追 因為盤面上 不是只有貨櫃三雄 那為什麼大家在講 你看他掌停板 你看他牆掌 全市場都在講的時候 你就要跟風去追呢 去往人多的地方擠呢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美姐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在哪裡 美姐跟大家說不要追嘛 我是今天修正才跟大家講的嗎 美姐節目從來就是領先跟大家分享 事後再來跟大家驗證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看我節目的話 你看看我昨天 怎麼樣跟大家分享 2603長榮這兩個股 我們進一下昨天VCR 那我們如果說以2603的長榮 這是還原日線 因為它之前有減資過 那還原日線 它已經創2021 7月8號以來的高點 那美姐認為呢 美姐想法 它屬於景氣循環 那景氣循環的個股 它如果說短線急漲的話 它其實它已經反應 它已經反應 經濟復甦的這個議題了 它已經有在反應 你如果再去追 風險自然就會提升得比較高 所以美姐的結論就是 不要追 美姐是不是就是給你肯定的答案 我沒有今天講 今天講多明天講空 我沒有昨天講多今天講空 沒有這回事 你剛剛看VCR 你都可以完全的驗證 尤其是你如果每天鎖定 美姐下午兩點半的節目的朋友 你都是第一手掌握的 美姐昨天的VCR你都已經看過 我都已經跟大家講不要追 所以呢 你如果都一直follow美姐節目的話 你今天你不會去受傷這個5%啊 你不會去受傷這個5%嘛 昨天追的朋友 昨天甚至追在高上影線的朋友 你今天不止5%耶 你今天不止5%耶 所以美姐一直要跟大家講 我們在股票市場當中要賺錢 是前提沒有錯 你前提是要賺錢啊 但是賺錢 你必須還要考慮到什麼 風險 每個人都只叫你一路的 沒戴鋼盔 沒戴安全帽向前衝 但是美姐告訴你 你還是要注意到留意到風險 不是誰說什麼你就去買啊 不是什麼創高你就去追啊 在美姐的字典當中沒有追高這兩個字 你有辦法你就領先布局嘛 市場上有這麼多檔股票你一定要去追 別人都在擠的股票嗎 是不是這樣子 那2609的陽明 他今天2609的陽明我們看 今天他也沒有再像昨天那樣了嘛 對不對 他也沒有再像前天那樣了嘛 對不對 他今天呢 小掌摔在平盤附近 但是美姐跟大家領先預告 美姐跟大家領先預告 他短線掌多幾掌了 已經掌了 月線乖離已經達到26% 季線乖離已經達到32% 美姐只有肯定答案就是 不要追三個字這麼簡單 美姐沒有那種模擬兩口的敘述 但是美姐會跟你講 為什麼 你如果說 你要把風險控制到最小 你唯而領先布局 才能搶得先機嘛 是不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去追加的話 那是不是就像長榮一樣 美姐昨天節目當中 都是領先跟大家分享長榮 是不是這樣子 昨天長榮還在漲呢 我說短線乖離如果大 短線急漲的話 那籌碼就會淋亂 淋亂它震盪波動就會很大 昨天我會舉萬海為例嘛 那昨天萬海波動很大啊 那今天 今天它漲了 你覺得說美姐不準了 但是美姐還是跟你講 月線乖離它還是 還是有26% 季節管理31% 美姐就會給大家結論 不要追 你為了 今天漲3% 但它昨天呢 昨天是殺尾盤 昨天是殺尾盤 劇烈震盪 今天漲3% 你為了這個3% 你要去忍受這樣的風險嗎 你要去忍受這樣的風險嗎 昨天追在高點的朋友 你今天 你還沒有回本耶 你還沒有回本耶 所以對於 這種急漲的股票 漲多的股票 不然它後面 你要為了賺到這個2 3% 或者是5% 10% 你5% 10%你覺得多嗎 但是你要罵多大的風險 乖離率26%的風險 季限乖離率31%的風險 所以你想一想看 你考慮好 美姐給你的答案 就是不要追 你看美姐節目 從來就是一樣 只有肯定的答案 沒有模倫兩可敘述 因為美姐運用雙高 操作策略 好 股票追高 風險高 但是低階自然就獲利高 那麼對於航海王 貨櫃 貨櫃三雄的評論 美姐都已經給大家 大家肯定的答案 那至於AI的部分 AI有沒有機會 其實未來的主流潮流 就是AI 沒有錯 我還是一樣肯定的跟大家講 AI沒有錯 但是你要怎麼選股 大家都 好像巴不得沒有AI不行一樣 我說各家公司 大家都一直想說 我跟AI有沾上邊 我的股價才會漲 是不是這樣子 現在就是這種氛圍 因為大家都認同 都認同AI這個產業 那AI這個產業 族群那麼龐大 那類股又那麼多 你要怎麼選 AI未來還有機會嗎 AI今天也是有出現震盪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做分享 也是有出現震盪 但是美姐還是依然看好她 為什麼呢 因為Computex展 下個月初就要開始了 一些大咖 一些大咖全部都會來 全部都會來 超微 那個女人 那個男人 甚至美超微的CEO 梁建後 重量級的大咖都會來訪 都會來訪 到時候會不會有爆發性的表態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但是操作上 你在這邊 你還是要注意操作的策略跟邏輯 那要怎麼選AI股 如果說美姐看好的話 美姐要怎麼選 要怎麼介入 美姐在下一段節目當中 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待會兒回來 那關於AI既然美姐看好 那AI族群這麼龐大 你要怎麼選 那美姐其實在節目當中 都有跟大家公開做分享 就是哪一檔 2317的鴻海 2317的鴻海 我5月3號說要節目公開 美姐節目就是只有肯定的答案 沒有魔靈兩可敘述 你聽我這一句話 你聽得很煩我知道 但是確實就是這個樣子 鴻海 2317的鴻海 我直接給大家結論 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話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DV美姐YouTube頻道 Q女王的流良梅 你再去看我5月3號 是不是這樣子跟大家講 5月3號節目公開 我直接跟大家說買就對了 買就對了 那我今天時間關係 我就不再多做贅述 都是鐵證 那今天的鴻海呢 震盪 今天鴻海的震盪 我在5月3號的時候 還說黑K 我跟大家說買就對了 結果呢 後面漲上去 後面漲上去 我有在後面 在事後馬後炮嗎 美姐是不是都是 你先跟大家分享 另外我昨天節目 我還公開 公開什麼 美姐先走一趟 你有沒有看到 美姐先走一趟 為什麼美姐要先走一趟 因為我領先布局 我多了別人 一個選擇權 就是什麼選擇權 就是我可以選擇 獲利了解吧 是不是 他昨天下午要召開 法說會 我先走一趟 我先走一趟 創16年新高 我先走一趟 你不會過吧 是不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鴻海呢 因為昨天下午的法 今天昨天下午公佈的 第一季的EPS 1.59 不如預期 不如市場預期 所以股價開始震盪 那我是不是昨天 就已經都跟大家講 5月3號 你先跟大家分享 我買就對了 我昨天 我走 我也是跟大家分享 我全市場沒有 這麼拉帶的老師 我沒有在那邊出 三分之一出 五分之一出 二分之一的 我走我就跟你講走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說 領先都鎖定美姐節目 你是不是都可以 比別人領先在前頭 那鴻海 我看不好他嗎 我為什麼要賣 我看不好他嗎 我暫且先觀望一下 而言 我還是看好他 為什麼 因為他取了揮打GP200的大份額訂單 另外他也是憑蓋股 逢回站買方 那回到哪裡 可以再接 你鎖定我的節目 或是跟上我的腳步 另外 AI還可以注意什麼 就是2382的廣達 但是今天下午換他開法說 美姐的看法是 美姐直接給大家肯定的答案 美姐認為不會太好 不會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還在缺料 會好到哪裡去 美姐對於貨櫃航運 跟AI的結論給大家 貨櫃航運現在處於過熱 進行修正 我認為不要去冒這個風險 那AI族群產業趨勢是透明的 所以操作難度很高 你沒有高手幫你 你是做不了的 那6月份都有題材 這段時間 還沒到6月初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 逢回布局 逢回布局 那如果你都在 跟在美姐的後面追駕 你昨天是追紅孩的 然後你就又在 跟在美姐的後面追駕了 美姐不希望你幫我抬轎嘛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一開始 跟在美姐腳步 我們是不是一起雙贏 對不對 另外呢 OpenAI這個 好 我今天時間有限 我就不再多說了 我要重點要告訴大家什麼 Apple 沒有人在跟你講Apple 但是美姐是領先預告 蘋果概念 你得留意這個族群 你要注意這個族群 而且我公開跟大家講 哪一檔個股 結果你看到的 這我不是要多講 3406玉金光 昨天我看我的節目 前天我看我的節目 上禮拜有看我的節目 我是不是都有跟大家講 5月10號上禮拜五 你天天美姐 怎麼樣跟大家講 3406的玉金光 這都鐵正如山喔 我們先進一下5月10號的 VCR 進VCR 它的股價是明顯的被低估 3406的玉金光 今天是小幅的修正 但是我認為 股價明顯被低估 買就對了 所以凡事就是要領先布局 3406的玉金光 在5月10號這一天 還收黑K的時候 還在下跌 幾乎收最低的時候 美姐是公開肯定的跟大家講 買就對了 你剛剛看VCR你就知道啊 是不是這樣子 美姐節目是不是都是肯定的答案 沒有在那邊磨琳兩可啊 就是買就對了啊 而且呢全市場 可能只有美姐這個阿呆 直接公開跟你講買就對了 是不是這樣子 甚至呢 在禮拜一 我節目我還在跟大家公開喔 我還在跟大家分享 3406玉金光喔 我們再看一下 禮拜一5月13號 美姐怎麼樣跟大家說 我們進行一下VCR 如果他EPS獲利有望 回到30塊以上 那麼你認為股價會飆到哪裡去 本益比不到15倍 根本就是完全被低估嘛 另外我跟大家講 他的月線將於兩天後翻揚向上 所以對於3406玉金光 股價目前是明顯被低估 美姐給大家結論 就是買就對了 所以買就對了 結果今天呢 玉金光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 你如果是我LINE的家族成員的話 我在標股領先報 我都有跟大家事先分享啦 事先分享啦 那對於3406玉金光 今天呢 再創破爛新高 美姐認為 他的股價還是被低估 美姐給大家結論 就是還有高點 為什麼呢 第一季 他公布出來的EPS是9.65元 法人預期五塊錢而已 他差不多double耶 差不多double耶 所以法人現在開始上調今年的獲利目標 有的是要到36 有的甚至調到44 那如果說調到EPS 調到36 保守估計調到36的話 那他本益比目前算起來 也還是一樣不到15倍 還是不到15倍 所以好股票 低階才能夠獲利高 我是領先跟大家分享 全市場大概只有我 這麼呆 在鴨尾的時候跟你講 那現在你都驗證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都要跟在後面追價 你一開始就跟上美姐的腳步 好股票 追高風險高 低階獲利高 既重電 電纜 銀件 接下來暑假概念 美姐跟大家分享6180的橘子 都是公開的 那今天6180的橘子 是有修正 但是我是領先 在鴨尾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今天 它是修正到五日線 五日線的附近的位置 那美姐認為 鴨尾是機會 因為明天到5月19號 要開始進行封測 6月終究會上市了 波拉西亞戰績 那如果你永遠都跟在美姐 後面追價 你為什麼不一開始跟上美姐腳步呢 那我們一起就迎向520之後吧 那接下來520之後 你要留意什麼個股 領先布局 這檔 暑假No.2 你錯過了6180的橘子 暑假No.2 這一檔高股息概念 美姐希望 你可以跟美姐一同跟上 想要跟上美姐腳步的朋友 歡迎你利用廣告的時間 跟我們希望助理人員洽尋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正確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